今天就和大家討論90年的38條 以下哪一個會令到那個存款者 由香港的貨幣變成一個外國的貨幣 即是由香港的貨幣存款 變成了外國貨幣的存款 一定在香港有些壞事,外國有些好事 其實它的原因都跟經濟有關 但考同學奴緝的東西似乎多些 香港加息,存款利息都會升 還要相對外國是加 即不是說外國加多些,我們加少些 而是我們加,加得來有多過外國 本港的存款沒有理由會走 所以A是錯的 相信香港貨幣便貶值 所以是高估了 如果高估了,就有機會怎樣? dp change 有機會便貶值 所以這個答案便會對 你都預計港元會倒 港元都倒了 還繼續港元做甚麼呢? 當然是轉為外幣 C一個本地的政治發展是很有利的 你還要走錢的,很奇怪 出口會升 出口會升 外國人要給我們錢 沒有理由我們會調錢出去 所以也是很奇怪的 D一答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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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